五种生活中常用的绳结打法和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种是加固版本的一个称人结做法 注意我们顺时针先缠绕两周 讲这两个绳尔重合 然后提拎起绳头从底端窜过 绕主绳一周再次窜入这个绳尔当中 这个绳结无论你是想吊物拖车定点锁装 都是一个非常牢固实用的绳结 阶点牢固可靠不松动不缓结 受力之后这两个阶点都能牢牢抱紧这个活的绳头内端 所以你不用担心的松动缓结的情况出现 第二款绳结是户外钓鱼爱好者最常用的一个八字环连接主线的简易做法 将主线穿越八字环下端这个绳环 然后一长一短留够足够的长度即可 咱们此时缠绕八字环 这个绳结做法简单一看就会 而且受力之后相当牢固 缠绕几周之后我们讲下端那个绳头向上拿起 简直里稍稍撑开之后绳头从中窗过 接下来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拉紧主线的方式 看一下瞬间抱紧 不会松动不会缓结 第三种绳结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锁装结 首先围绕木桩圆管或铁管一周之后 这已形成一个十字节点 看看啊 右侧的绳头压在上面 那么我们就从左侧开始 从左侧向后拉伸绳头之后啊 再次从底端绕回来 将绳儿挂入这个木桩当中 此时我们收紧主绳看节点 受力之后牢固 做法简单非常非常的实用啊 很多朋友喜欢在胸前佩戴 饰品项链挂件 自己啊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吊坠结 意义非凡 我们讲这个两绳交对象放置之后啊 拿起其中一根绳头 这样顺势针的缠绕 两到三周都可以啊 缠绕完之后 将绳头 从这两个绳儿都蹿过 然后收紧 这是一端就完成了 另一端呢 也是一个道理 同样对象放置之后 我们围绕 缠绕之后啊 同样是两到三周之后啊 我们讲绳头从中穿越 无论是手环项链 各种挂件啊 都非常实用 它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接绳结 做好之后 我们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假如戴在脖子上的项链挂件 你用这个绳结 想取些时 我们这一拉伸 整个这个绳套就长了 戴好之后感觉它太长 我们可以这样随意的调节 它不会松动 还不会缓结 非常实用啊 愚人节 感谢观看